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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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些公开活动呢 我就觉得还好 因为在舞台上表演 本来我就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因为有音乐 那参加公开的一些活动呢 就是我的工作了 但是平时就会不太自然一点 会不太自然 对 平时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嘛 就不太会 就是你工作跟生活当中你是分得很开的 对 就是我工作我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私生活我就应该是 对 因为其实本来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所以我其实在舞台上面是 是跟平时的个性好像不太一样 舞台上好像比较活泼一点 舞台上会比较活泼一点 其实今天我们要先恭喜一下春秋发现的这个新专辑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演唱会刚结束 对 就是首战 首战刚刚结束 在北京这个演唱会非常的成功 还不错 就是收到的反馈的意见都不错 因为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媒体 就是比较大的这些门户网站 对这个演唱会的报道都是特别好的 都是赞不绝口 然后我记得在演唱会开始预售票的第二天吧 就有同事就有好朋友 因为我们可能跟明星这边 跟经纪公司打交道比较多 他说佑明你能不能帮我要一张这个 帮我买一张不是要一张 帮我买一张这个春春演唱会的票 然后多贵都可以 然后还有我家里老家那边的亲戚也说 一定要帮我搞一张 然后我就已经动用我身边所有的关系 然后我亲自打电话到天宇去问 一张票都没有 一张都没有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为这个票房担心过 我因为比较少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节目的内容本身 因为我觉得既然大家这么的热情和支持 那希望可以指挥票价 然后做出很多很多就是比较好的一些表演 以及创意的内容 然后让大家去欣赏 这次演唱会因为媒体都很肯定嘛 分数都打得很高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给自己这个演唱会打多少分 我觉得做这场演唱会 所以之前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毕竟是09年时隔现在 再在北京开唱 我也希望说这场演唱会 可以让大家 尤其是我觉得媒体 北京的媒体 可以看到我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尤其是在今年我们提出这个疯狂的主题 那如何疯狂呢 演唱会如何疯狂 所以在节目的本身 我们做了大量的设计 但毕竟是首战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 来自于各方面的一些压力 我觉得好在我们把它顺利完成了 并且我觉得得到大家认可 我觉得我就很开心了 你紧张会有什么反应 没有特没有太特殊的怪癖 你会睡不着吗 然后没有睡很好 睡得很好 那你紧张紧张到哪里呢 上台之前 以前我还会有一点睡不着 现在现在还好 但是我每一次上台之前都会有一个个人习惯 我会要把所有人清出房间 清场 对就是就是比如说 比如七点半开场 然后你七点二十五的时候 应该就要在舞台边上stand by 对 可是我七点二十的时候 在化妆间大家最后检查 戴麦服装化妆各方面检查完以后 我就会有大概有三到五分钟 就请大家都出去一下 我自己就在房间里面 你干嘛 我要就是静一下心嘛 就是就是安静一下 然后给自己嫁一个友 然后就 自己跟自己说话 对我就 然后我就出去我都好了 然后我们就去舞台边上这样 哦 所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三分钟 就外面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你在里头干嘛 但是其实你是自己在里头安静 每一次开演唱会之前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习惯 哦 但其实我们知道你很小就开过演唱会了 在学校里头 对 但是那个因为还是一个学生的行为嘛 就是自己的对音乐的热爱 然后 那个时候有很多同学包括校友的一些认可 那 就做了这样一次一次体验 但是那个时候做演唱会应该心态会不一样 对不对 第一次在学校开演唱会的心态 应该就是 因为我知道好像是家里还出了一点钱 然后你自己要去排舞 要去做这些舞 完全是自己做的 对自己一个人要做导演 自编自导自演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次 我觉得算是人生当中一次特殊的体验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 都在自己18岁的时候就要去做这样的行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挺疯的 其实那个时候就很疯狂 就疯狂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 就是想到这个想法就一定要去把它实现 但是那个时候你会清场吗 在里头自己待三分钟 那时候没有 那还没有那个习惯 你什么时候发现说 我开始需要有这个三分钟让我来冷静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从做YME开始 YME开始 从YME开始 你需要说给自己一点空间一点时间 因为毕竟有那个就是舞台更大了 然后观众更多了 希望说自己的表演更加稳定 所以就需要那样的一个调整自己的事情 其实这次的演唱会从这个舞美 然后从这个概念 然后服装 到整个的编排 都是非常的非常的 怎么说 华丽丽的 然后 但是我不知道你在舞台上面 有没有一些就是 小失误的地方 因为大家看到都是很成功嘛 比如说有没有 我走错位了呀 或者是我哪里五步跳错 蹬一下 或者是你觉得哪个地方出了一些小问题 是别人没有发现 但是你看见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应该是最小的 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出现最小的 但是有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们做演唱会的是8月26号 正是很热的时候 所以在跟我跳Tango的那一段 那个男舞者呢 他出汗 我都是全身都是汗 他的汗会更多 所以他带着那个面具就有点不稳了 会滑下来 所以他就有一点点挡他的眼睛 嗯 所以他当时在给我一个下腰动作的时候 他 他 就是 没抓稳吗 不是没有抓稳 他就多了一步 就等于抖了一下 然后让我那个 呃 稳住我 所以这个 当时我也小吓一跳 亮呛一下 对对对 他说 妈妈 幸亏你有接住我 对对对 但这个有有一个有一个小小小的 但还好 都整整个来讲还好 那昨天跟跟我的舞蹈老师见面 嗯 他有一点点问题 他有 他有就是 呃 自己在那跳的太高兴了 嗯 就太嗨了 好像有有踩到踩踩空一个楼梯 踩空楼梯 对对对对 我昨天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抢装 哦 我下来 对我在抢装 然后在这个演出当中 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危险 是的 然后在这个演出当中 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危险 是的 对对对 其实演唱会就很 很担心就会出现那种 因为你在晚上 然后灯光全暗 对 有时候他灯光不是全亮 对 然后又在喷一些烟啊 干冰什么之类 你很容易看不清台上的一些机关 对 而且他是扮演的那个角色 是那种带着袍子的那种 他是坏人嘛 嗯 然后他带着袍子 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嗯 所以这些小事也是很辛苦 然后在这个演出当中 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危险 是的 但是很顺畅的就表演下来 嗯 这次这个 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去到现场 看到的是一些这个美图 嗯 就是这个图片就觉得 哇这次的服装做的特别的好 对对对 但是 其实这次的服装是去到法国那边定制的 对对 其实是一个 非常 非常奇妙的一次的合作 那呃 大家也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服装是 全部 全部是那个 那他 呃 他就是 是法国知名的这个设计师 对 他之前其实也 也为这个麦当娜 对对 麦当娜 呃主要是麦当娜 嗯 大家看那个金的那个 那个尖的那个胸衣 对 这是他的成名 非常有名的一个 嗯 然后另外一个他给亚洲的艺人 他只给张国荣先生做过 那后来他就 有因为当时也遭遭遭了很多的非议嘛 就张国荣那一场热情那一场也不会 所以他就决定不再为亚洲的歌手 那个时候可能亚洲还比较保守一些 对对对 那这一次等于是就是一个也是疯狂的一次合作 所以就也挺荣幸的 对因为这次服装呈现出来真的太美了太华丽了 是的 然后这次跟他合作是是你们敲到他的吗 呃我是这样的 就是他是今年的五月份在北京的一个秀 嗯 然后我就 呃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设计 嗯 所以呢我就去看了他的这个秀 看了秀就呃跟他有接触 我当时非常大胆地提出了这个想法 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呃北京的秀结束以后 马上就是在巴黎的秀 所以他是没有时间的 嗯 我就在我其实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有没有可能说帮我帮我做一套 啊一两套都可以了 对 就满足了 对因为他也不帮亚洲的人 嗯 不让亚洲的歌手来 被亚洲人吓到 然后呃 但是呃我就跟他聊他说你 他说你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嗯 他们很注重故事的 嗯 就是他们很注重演唱会的故事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他就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觉得很兴奋 嗯 他说他回去检查他的这个呃时间 呃时间 对他的时间 看有没有可能 后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得到他的答复 嗯 他非常愿意来做这个演唱会 啊我就很开心 嗯 所以我们再一次见面就是我去法国来试装 所以一共见两次面 就见过两次面 对对对对对 哇你打破他这个不为亚洲人太定制的这个神话 对对对对对 但这次合作真的是很成功 然后包括你们两个也一起上了这个 Cosmo的封面对对对对对 就满大街都能看得到 当时觉得哇这次他没有合作一定有好东西可以看 嗯 然后包括呃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你很出现很多这个时尚场合 嗯 你都会穿他的衣服 对 其实你还是挺喜欢他 我之前就一直很喜欢他的一些设计 嗯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简单俐落 但是他那种有很多帅气的东西在里面 但其实他又有很多嗯 就是很柔柔和的细节在里面 比如说他一个简材很简单的 呃很利落好像很帅的一个小西服或什么 但是他是可以可能他用的是蕾丝的材质 所以我就觉得他融合得特别好 嗯 嗯 所以平时就喜欢穿他的衣服 然后这次演唱会再穿到他这个华服 嗯 然后他其实你看到他那个衣服 你就自自然的很能带入那个情绪 对 因为我之前是跟他讲过这个演唱会的故事是怎么样发展 嗯 所以他呃最最重要的两套衣服 一个是皇后的这个装扮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的那一套白色的 嗯 所以所以他就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嗯 那真的是一个很很疯狂的邀约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你 对 可能还要统筹 然后宏观大局 有这么多的同事 你要去开会 你要讲你的你的想法 嗯 嗯 你必须要主动 嗯 不可能什么都是别人来问你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会对我 产生一些影响 嗯 其实像这次跟这个高铁的合作是一个很很疯狂的一个邀约 嗯 嗯 像韩韩跟灵溪的这个邀约 其实也挺疯狂的 是的 他们两个人其实在 嗯 他们两个人不好搞 其实 嗯 性格都很直接 我觉得你真的很了解 对吧 嗯 嗯 就是他们可能会 我喜欢你我就喜欢你 嗯 那我不喜欢你的话 你可能你来邀约也没有用 我肯定会很直接的拒绝你 没错 没错 他们的都是有点性情中人这样的 嗯 太对了太对了 当时你怎么就敢去搞定他们两个人 我没有 我没有说之前就想到 嗯 嗯 去年开始开这个 呃 初后话会 嗯 从龙东开到初夏 从龙东开到初夏开开了两个季节 对 然后有很多人参与 有很多人走了 有很多人参与 有很多人辞职了 就你把很多人给谈走了 就是我在跟他们聊这个想法 嗯 就是反正就可能很多人就走了吧 嗯 又来了又走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经历 我拿到他们这个 专辑宣传文案的时候里头 一开篇就写着说 别人都劝我不要随便碰李雨春的演唱会 不要随便碰他的这个宣传 因为 就由此可见李雨春你是一个 我也挺难搞的 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一般没有想法的人都很好搞定 就我给你一个策划案 然后你觉得他差不多 OK那就做了 但是往往是这种有想法的人 他才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嗯 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嗯 于是我就会说 嗯 我觉得这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 嗯 可能别人就会不明白吧 不太明白 那那那那到底要干嘛 嗯 呃 然后就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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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呃 所以后来 呃就是很多人离开了 哈哈 我就那这样吧 我们工作时自己来做这样子 嗯 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哈哈 就是说我们已经很多工作了 嗯 我们也不是专门做企划的人 嗯 我们还要做一张唱片 嗯 嗯 嗯 而且 你再找人来 结果也是一样 他会走的 哈哈 嗯 你已经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嗯 其实他们是最了解你的 对不对 因为他最经常跟在你身边跟你一起打仗 对 然后自己自己去做 我自己了解我要想要什么 嗯 但是当时是怎么怎么想到 因为我看那个文案啊 然后写到说你是 开一个次会突然间 然后你就说 哎 要不然请一下韩韩 那都是那时候期了 就是我们已经 我决定工作室来做这张唱片以后 嗯 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呃就提到说 呃 我就说 哎 有没有可能请韩韩来写一首 嗯 又沉 又沉默 又沉默 因为你们演唱会时间最长度就沉默 因为一个一个理解决定很难搞 嗯 你还要去搞定韩韩 怎么可能 因为他也不怎么帮别人写词的 对 而且关键是 我们也没有任何交集 嗯 也不认识 只见过一次面 是在某个品牌的活动性活动上面 也就是你好 拜拜 没了就没了 你好拜拜的这个交集 哈哈哈 就可以请他来写词 对 然后嗯 那好吧 去试试看 嗯 然后后来联络到 联络到以后就有有发歌给他 嗯 结果他就很意外的选中了 其中有一首是我写的 但是没有告诉他 然后他选到了这首歌 他很喜欢这首歌 嗯 他决定要来写 他们他们就很开心的告诉我这个消息了 嗯 于是这个合作就好像从很难很难变得很容易 很容易很顺利 然后 他后来把这首词是送给我的 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真的 对我觉得 啊真的是很性情的一个人 真的好划算吗 哈哈哈 一个你好拜拜真的好划算 但是我想知道当时给香港打电话的人是你呢 还是你的工作人员 最开始不是我 嗯 最开始因为是经纪人联络他的经纪人 啊先接洽 对先他们先接洽 但是在后期的内容的沟通 就是歌词要怎么写 嗯 是我跟韩韩亲自来沟通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属于打电话的说清楚 就是发短信 哦要用文字文字 但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 然后那段时间都是在深夜我们的时间都很不固定 因为正好赶上欧洲杯 所以然后有时候会看球会很晚 然后我们的时间有可能是早上在聊 也有可能是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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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半夜的时候 哦 哇这个时间都好暧昧 晚上大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手机响了 会是谁啊 一看韩韩 对 然后你们聊什么呢 就聊聊这首歌的想法吗 还说你们会聊一些彼此的 比如说你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他 然后让他来来来来写这个词 嗯 是这样这首歌我当时先做完曲以后呢 其实我已经有想法了 就是我想写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嗯 嗯 然后呢韩韩在听到这首曲以后呢 嗯 他的感受也是相似的 嗯 所以我在跟他沟通一些细节 就是对于青春的一些感悟啊什么的 就聊这些 嗯 当然同时我们也会聊点别的 比如说正好在看 他说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两天欧洲杯 然后那个时间交完了 我就会 我也看了 哈哈哈 我是我是什么什么队的球迷 啊 他就我是什么什么的车迷 就 我突然会觉得这个人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以接触 接触 而且嗯 最令我意外的时候 我第一次跟他通过短信 他会发哈哈 哦 我觉得他怎么可能会发哈哈这两个字 你觉得这个不会发生在韩汉身上吗 因为 其实发哈哈对普通人来说还挺正常 可是你第一次跟他发短信 就是我们没有熟 没有熟到那个程度 对 然后好像平时还觉得还挺酷的一个人 嗯 哈哈 我就会觉得 叔叔没有打完 然后跟叔叔好像没有打完 因为我 我会觉得我不会 嗯 我第一次跟人发短信 我肯定不会发哈哈 嗯 我就觉得他 他还挺 挺快热的 挺 就是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 有距离 对 还挺好的 嗯 所以就一下子就就 就 就打破就破冰了两个人 对啊 我第一次发的时候还寒寒老师 哦 寒老师 对 有一个尊重吗 我觉得 后来就还好 他就他他其实没有 他就春春什么什么 嗯 就很自然 但是他这个词 写过来之后是一遍就过了吗 还是说中间 有有小修一些 有修改 小修一些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寒寒队早期出道的你 他自己也说过好像也有一些非议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说好啊哈哈你对我有非议 这次我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 他说不行回去重写 没有啦就是小调整的一些 让那个歌曲更顺 嗯 所以就是很顺利的就把这个就完成了 对对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面 对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 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我飞去上海啊 他就正好又在那些就是 比赛 比赛 他他现在老比赛嘛 所以又没有见着 但是歌 做完之后 他知道有给他听 他的反馈是什么 他就一直都挺高兴的 然后 那个发短信 永远都是很好像很正能量的 加油 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就是 其实身边的朋友哈 包括像合作的伙伴 我觉得很需要这种正能量的东西 就是大家才会互相影响 是 但是灵溪老师呢 灵溪老师是我一直都超喜欢的 受词人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找过他 这也是他这一次会问我 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是 因为我总是觉得他的词 不止一面 就是他不是 就一层一词 他有 我觉得他有很多意思 很深刻 但是因为我 我以前可能 并没有那么多的感受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太浅薄 就不能够读懂他那个 我就一直没有找过他 这一次我就觉得终于是时候 应该要去找他了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 你想见可以见得到的人 对 所以这也是 大师都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让我的同事又沉默的 等一个人 然后 我正好去五月份 去想去香港看Lady Gaga的那个 演唱会 然后他们约到他了 他 愿意出来 然后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去去香港 那天下午跟他建议给你 他没有带钱 没有带钥匙 没有带电话的来了 没有带钱 没有带钥匙 没有带电话 他摆明就是让你请客 再把他送回家 然后 然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 那也是第一次跟他坐下来聊天 然后他就一直吃桌上的咖啡的 调咖啡的方糖 一直在吃糖 然后就跟 然后我的同事也很紧张 因为 他们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不讲话的人 然后怎么办 但那天我们就聊得挺开心 从一些生活的小细节 对一些东西的看法 包括一些共同的感受 在接到一些应酬邀约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的反应 你做宣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就一直聊聊就聊了很开心 那你们的开场白是什么 你们总的有个开场白的 大家可以慢慢的往里头 就深聊吧 开场白 我还真不记得开场白了 就是你 就是我们要 就打破那个 打破那个两个人的隔阂 然后开始觉得 两个人可以聊得深入一些 是他主动问你一些问题吗 还是你主动的跟他 跟他讲一些自己的故事 开场白我还真的不记得了 因为其实有些导演 他比如说他见演员 他是戏他会跟你聊 比如说你是什么星座的 你什么学型 你平时喜欢干嘛 会从你这种平时的生活 先了解你 然后先知道说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的人 没有聊星座也没有聊学型 都没有聊这些人 都没有聊 那你们一上来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合作 我们要谈一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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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聊合作 我聊了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我对我对我说我先生 可能先生做唱片嘛 然后呢我就比如说 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创意 是什么什么什么 讲完以后 然后我就觉得 我觉得现在很浮躁 然后周围的声音很多 我觉得很吵 然后 于是我其实觉得 我想做一个笼子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应该放弃 你应该妥协 你应该坚持 你应该干嘛 就很多人都在告诉你 你应该做什么 但是其实那些外面的 天花乱坠的声音 是会影响嘛 但是如何 这个人怎么就纹丝不动 永远的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在做的是他做的事情 他有这么厉害 为什么 我说我其实觉得 这个事情很讽刺 因为他是个笼子 就跟他讲 他就很开心 他觉得太好玩了 这太好玩了 他说笼子 我想写这个题目 我想写这个题目 他就把这个题目领走了 对 他就把这个题目领走了 于是他就真的写了一首歌 叫笼子 所以这个是你跟他讲的 这个想法 其实他也是一个属于 很天马行空的人 非常天马行空 但是这张专辑里头 他写了三首歌 三首歌 有两首跟我有直接关系 一个是笼子 另外一个就是 Hello baby Hello baby Hello baby 是我后面收到的一首歌 那个demo里面有一个人 一直在唱什么什么baby 什么什么baby 我就觉得那个baby 跟这个歌曲曲是很搭的 但是如果把baby写的有意思 然后我就会想到说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 跟你根本就不认识 可是因为可能工作关系 一上来就 亲爱的啊 对 或者是 就是那种 就很亲切一下 亲爱的 我就觉得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这样嘛 嗯 我就会觉得 我想写一首 关于这个方面的调侃的 和讽刺的歌 叫什么什么 体现人性的baby baby 然后我就跟林希老师有讲 我说当然你可以不用我的 你可以觉得更好 他说不用就暴挺天悟了 你一定要用 你一定要用 于是他就写了一首baby 就人性的那个baby baby 然后 我看了后来就写了这首歌 然后我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好 然后他最后一句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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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baby 你好baby 特别好啊 干脆歌名就叫hellobaby吧 你好baby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hellobaby的时候 以为是一首很轻快的情歌 其实他又是有一层这个 对对对 有点讽刺有点这个调侃的意外 对对对对 谁都是baby 就是那种 但是你你不习惯这种称呼 那你跟身边的好朋友你们会怎么称呼 你会叫他们什么 好朋友 你是说那种 就因为比如说像那种亲爱的呀 大家可能是好朋友之间 他如果这么叫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习惯 但是对于不熟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嗯 那你跟身边的好朋友 你也会叫他们亲爱的吗 还是会叫其他的 我跟我大学同学那帮人 就是呃一气场大的那帮人 都是呃绝对不会叫这么亲切的 都是互相挖苦啊 和和嘲笑的那种 那你会叫他们什么 比如说什么死女人哪 我就是就是很好的朋友其实是 一定要带一些嘲讽的那种就是 对对对对对 因为觉得好朋友之间就没有必要这些客套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有什么说什么 对那身边的这些好朋友挑完这张专辑有给你反馈吗 还没有啊因为昨天才刚刚发片 他们还没来得及吗 QQ音乐已经先首发了吗 是的是的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们 跟他们就是联络 嗯 因为我记得你身边有一些像大学的好朋友 他们其实都是常不给你面子的 他们非常对不对 他们会看完演唱会 你的那个钢琴弹的真的不好 哈哈哈他们很直接 因为都是学音乐的嘛 嗯他们就对 那你会不会担心说他们又来攻击我 但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对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就是大家 嗯因为太熟悉太了解 嗯然后我觉得这种这种感情就是 已经不是那种就是 就一定要赞美啊或干嘛 嗯嗯就是有什么直接说就可以了 对对对 其实这张专辑呢这个 当时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就包括他传达给大家这个 他是一种态度 对他会让让我觉得 可因为我们是同龄人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说 我们青春就是应该热血 是的就是应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嗯但是可能很多人把这个疯狂的理解呢 会理解的比较自面上 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 嗯才叫疯狂 嗯那其实不一定 嗯对不对 我觉得疯狂是完全看你如何定义的 嗯因为 所以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的人 对于疯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比如说 我觉得疯狂对于我来讲 就是要更加自由一点点 嗯更加去 怎么样去享受生活去 去做我自己 可能做一些 我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可是可能对于别的人 比如说我想对韩寒来讲 应该是赛车吧 嗯可能对于真的谈恋爱的人 有可能是去环游世界吧 或者干嘛我不知道 嗯也有可能觉得是 蹦击也很疯狂 哦或者什么 反正我觉得是自己不一样的理解 但是我觉得疯狂应该不是等于叛逆 对 嗯不 我觉得他是 叛逆可能在疯狂里边 嗯但是 他们不是相等的 嗯但是刚才你说到说 可能对你来说 你觉得 呃自由才是属于你定义的疯狂 嗯那其实你是不是做了艺人之后 就是从 从参加完比赛到现在七年的时间 嗯其实这个自由对你来说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呃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就是呃 其实我想要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呃有媒体在问 你想做一件疯狂事情 我说嗯可能只是 呃不行于闹事吧 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 其实想做一些很平凡的一些事情 你有试过吗 嗯不行于闹事啊 就比如说去西丹逛一逛啊 去往附近逛一逛之类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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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敢 呃 也其实也不叫不敢 就是 嗯不想增加那种多余的那种麻烦 就可能会对 歌迷或者是对这个当当下的那个环境 嗯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我因为我认识嗯 范明冰嗯 然后他其实嗯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很很很敢做很感为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记得有次跟他聊天 他就说哎呀明天我要去动物园 我说啊 我说你要去动物园 然后他说对啊 我说明天我就戴个帽子戴个墨镜戴个大口罩 我就去了嗯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每个人的个性里面的 因为我其实还比较 一个是个性本来比较内向 嗯 第二个是我觉得也有A型血的这种条条框框的一种 规则感 就从小包括家庭的教育 嗯 因为因为爸妈妈对我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 嗯 然后从小又是住校 因为老师管着 嗯 就是那种他没有那么的 叫什么 呃 没有那么敢 对 所以我其实还挺羡慕 所以为什么要找这一次我想找韩寒合作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疯狂上面我的前辈 嗯 他他先试了一步 他遥遥领先了 我要赢头赶上 嗯 我们是我们是同一代的人 我不能 不能输给他 不能输给他 所以我要我要赶紧的疯狂起来 对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相对来说做一些 呃 比如说你稍微做一些改变 然后去尝试一下自由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就刚才那个话题 看第二天我就问他工作人员 我说哎 范爷 我说小范去动物园了吗 他说去了 我说他买了什么 买了一堆袜子 哈哈哈 去动物园扫了一堆袜子回来 就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对对艺人来说 特别是这种当红的一线的艺人来说 像你们 嗯 就是他可能就尝试了这种 嗯 所谓的我要去闹事 我要去自由 嗯 那种地方是特别多人 你都用急的 是的 但是你比如说 像现在自由对你来说很奢侈 嗯 比如说你回到家 你你会不会把窗帘都关上 然后 嗯 还好 我觉得还好 就会比较自在的 嗯 回家当然是我会更那个 随意一点嘛 就是在自己家里面 哦 窗帘这方面 还好啦 没有太 不会太太太居住 对 那家楼下会有很多玉米在等着你吗 没有没有 这还好 就他们都会很乖 还好还好 但是你在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李宇春 因为我当时看到报道说 你在家练鼓的时候 你会穿得特别正式 嗯 对 这个是也是一个小怪癖 就是每一次呃练吉他还好 但是比如说弹钢琴或者是练鼓 我就会换一套 反正不能穿的 太随意 太随意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一种习惯 有有有有一种 叫什么 静静卫星 不常 对很尊敬这个东西 你就一定要很正式的去面对它 对对对对对 不能穿着一个睡衣或者是一个什么 嗯 所以你打鼓的时候 你会穿得很正式 然后比如说你弹钢琴 你会穿个连衣裙吗 然后再穿 没有了 怎么弹 没有了就是 只有打鼓会这样 钢琴也会也会注意 就是不会随随便便穿一个睡衣 然后浴袍 这里 嗯 你在家里的装扮是什么样子 你是会穿那种 就是我们看到那种很卡通的 比如说哆啦一梦的 有哆啦一梦头像的 然后有hello kitty那种 你还是说就是很很简单很干练的 没有我我没有那么卡通 我曾经一度也穿过卡通的 但是 你有过那样的 我有过那样的 对对对 但是 但是不是hello kitty 是什么 就是那种什么场景录啊 或者干嘛的 卡通头像的 卡通图案的 卡通图案的对 哦 你也曾经这样过 有过 有过 那去到你们家的那些朋友不会吓一跳吗 哦 你居然有这样的睡衣 有 我有一次 有有有一个朋友来以后 就狂笑 在门口狂笑 对啊 一直笑一直笑 干嘛 啊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 没有见过的 但是你们家是很干净的那种 还是说你会 就很随意我就东西随便扔 目前很干净 嗯 你是一个很很整洁的 我曾经一度我曾经一度就是啊 比较像仓库 嗯 呃因为东西太多也没有整理 嗯 而且那个时候阶段的我 呃是 前五年 我我其实我其实是有分水岭的 嗯 我出 我出到新年的前五年跟后面的 现在的两年是不太一样 嗯前五年是那种属于 埋头苦干 像北漂 那肯定被北漂条件好了 但是那个状态就是家里面的仓库啊 嗯 什么 嗯也也没有收拾啊 都是那种啊 乐器啊干嘛 就是就是 没有生活 没有生完全没有生活 每天都是工作 每天都是工作 然后后来我从一零年开始突然意识到 这是不行的 嗯 呃我得要有自己的生活 我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包括现在 从去年 买了设备 我就开始 开始是 那个摄影 啊拍 拍东西 对对对 嗯 我现在参加很多活动 包括媒体啊 我会看他们的头 看 哦你说看他们的镜头是吗 看他们的 你看得懂吗 看了用了什么头 嗯 就是我现在开始觉得要 要有自己的生活 嗯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了 嗯 你喜欢拍照 嗯 哦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得 就是我觉得 就不管是艺人还是普通人 我觉得你生活当中 一定要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对 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都太快了 嗯 特别对于艺人来说 一天可能就是天天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然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 是的 所以我因为因为我自己有这些改变和改改变改观 嗯 所以我才会有一做这张音乐嘛 嗯 因为我我我突然发现说 要是我的人生有一个备忘录 嗯 我写了这七年的东西只有两个字就是工作 嗯 我就觉得这怎么可以呢 就是这太不幸了 这太苦了 嗯 所以我要我要去做点别的 我要去体验一些别的人生 我要去疯狂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做这张唱片最大的原因 我自己有感受 嗯 其实我们看我们是已经先看到这个 嗯 呃四火年华的这个MV 这MV的导演其实也是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如果前不久大家看过这个第一次就知道 这个第一次导演韩岩拍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擅长拍这种青春片的一个导演 嗯 所以这次来跟他合作的话 是 是因为你看过电影吗 还是工作人员推荐给你 我跟他有一些 交集 仇恨 仇恨哦 有仇恨你还跟他一起合作 嗯 没有他 其他之前的电影找过我 第一次吗 嗯 之前还不叫第一次 嗯 然后呢我就跟他见过面 嗯 我其实我其实见过很多导演 嗯 我也 我也记得一些人 我也会不记得一些人 嗯 而韩岩是我记得的 为什么 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有想法 嗯 是是年轻导演 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好的 嗯 我对这个导演印象非常深刻 呃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的那种激情 嗯 和就是那种青春 就一个年轻人 他要拍电影的那种热情 我觉得非常感染我 嗯 然后我就一直记得他 然后后来也没有拍他 但是我没有拍他的电影 因为我觉得那剧本不太适合我 他是哪个角色找到你 是田园那个角色吗 还是 还是女一号找到你 就是女一号 就是一号找到你 对 然后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谈成呢 因为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不真的不太适合 但他因为他当时出这个剧本的时候 并没有 并没有说想好谁来演 嗯 其实剧本都是可以修改的 对可以改啊 剧本根本不是问题 嗯 但是后来我也因为我自己的一些 因为去年也在做那个 另外一张唱片 我也确实没有时间 嗯 但是这个导演我确实实实实记住了 嗯 所以这次就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我在第一次上映的时候 我专门把工作室所有的人 我说请你们看电影 包场 没有包场 包牌 坐满一排应该有问题 对对对 我把工作室所有人拉到电影院 买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票 去看了 哦 我觉得确实确实是 我觉得他的镜头啊 各方面的 嗯美感呢 对 我觉得都特别好 这就是 这就是我对这个导演的 就是我觉得他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 嗯 然后所以这一次以后完了以后呢 我就说我想我想找韩颜来拍这MV 嗯 工作室沉默了 又沉默了 因为你拒绝了别人的电影 嗯 然后 然后他们又又又又又又又那又去吧 又去了 后来韩颜 我听说韩颜还挺挺意外的说 是是是是那个冲春吗 是 还质疑了一下 然后后来反正反正后来拍MV啊什么 我跟他聊天我觉得感觉都都特别好 嗯 他因为他非常的年轻也很有想法 对于那种拍拍这种东西的一个热情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足的 嗯 所以这次呈现出来这个MV 其实我们都看得到了 嗯 就都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寒颜 然后拍出来也很有你的这个气场在里面 嗯 嗯 但是对于那个中分你怎么看 嗯 我觉得我觉得没关系 嗯 因为我们当时在拍这个的时候 嗯 我也 我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嘛 但是我觉得 嗯 那个没关系 因为嗯 嗯 嗯 我不想说 嗯 所谓的公司定位的一个偶像也好 或什么 就是方方面面 无死角 很美很好看 很有心 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张唱片就是要 要人 要很人 有血有肉 有血性 有缺点 呃 能够彰显你 方方面面的一些 个性 对不是 不是至高无上或者干嘛 嗯 我觉得这才是 青春的力量 就是 它它会有缺憾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 非常本真的 对我觉得那个东西 我们根本不需要在意它 嗯 很美很美 真的是拍出来感觉非常的好 而且很喜欢你在这种 逆光底下的那种感觉 嗯 我们那天运气太好了 嗯 我们前前那段时间北京天天下雨 哦 就那一天天气特别好 就刚好被你们逮到了 逮到了 正能量学校够强 天气 天气都特别的好 其实今天很多的网友在你提问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腾讯微博上面的网友都有哪些问题要问春春 嗯 第一位她叫玉花若莉 她说 听说这十首歌歌名串起来就是一个人生故事 嗯 春春你如何解读呢 特别想听一下春春说一下当时感谢你感动我的创作背景 嗯 主持人看到我看到我好我看到你了 哈哈 嗯 串联起来是一个人生故事 嗯 并没有啊 我这个可能是大家理大家的理解 嗯 其实没有这样的 嗯 然后那个当时这首歌呢 其实是啊 嗯 我当时这首歌其实是有 嗯 当时那个里面有提到当时的月亮这首歌 嗯 那其实也是因为我这次特别荣幸跟林希老师合作 因为她也一直是我喜欢的此作者 嗯 嗯 所以这首歌其实有对她的一个敬意 嗯 致敬啊 所以也有引用到中间也有引用到一句 当时的月亮早已化作了阳光 嗯 也是她在当时的月亮里面有有有用到的 对对对一句词 呃这个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背景 嗯 那感谢你感动我 是呃林希老师写的 我就不知道她的创作背景什么了 啊 所以就问一下林希老师写 真的不知道了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位网友 她叫阿雷她说 春春巡演其他战和北京有什么变化吗 嗯 今天专辑收到了第一时间跟朋友分享 朋友说这张专辑特别像雪堤子里 念森的故事 嗯 嗯 还有你在上台前一秒还会紧张吗 最后大喊一声 河北玉米 求演照会 嗯 因为这次的巡演都是呃每一个部分都严格的设计 嗯 所以呢她不会有改变 嗯 因为这是一个音乐剧嘛 对音乐剧 故事是很完整的 对故事是很完整的 她不说随便加首歌 嗯 不是那样的 所以她不会有改变 嗯 另外一个就是 呃专辑是专辑啦 嗯 电影是电影 不一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 呃会紧张是会会啦 就很正常的 对因为我相信你再成熟的一个艺人 你登过再多的台 你上台之前那一上那还是会紧张 嗯 平时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她那么多人很兴奋啊 或者对那种状态 OK我们再来看这个网友 她叫雨团团 叫雨团团 对她说巡演搞定的服装有六套对吗 北京站只穿了五套 还有一套蓝色挂脖长裙还会穿吗 嗯 我怎么不知道 哈哈哈哪有 我都不知道有蓝色挂脖长裙 你是跟高提也很熟吗 哈哈哈 就像自己不知道 对啊 对了第一次采访你有说到实在不行就换工作 那么请问 除开歌手还想做什么工作 呃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很奇妙 呃 以前我说过我可能有希望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那确实我对幕后的工作也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你可以 嗯 然后 然后 但我也不知道未来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 人生就是很奇妙 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 那到时候到了就知道 碰到了再说呗 对 反正现在你也预想不到当 当时会发生什么 来我们再看对网友提问 她说春春 笼子很有歌剧的感觉 也是你特意要求的吗 啊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 我就是 当时在跟灵溪老师聊的时候聊了一个一个感受 就为什么有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她她抓到这个点 至于曲 至于曲我跟陈辉阳老师聊的时候呢 她她其实有收到就上一张灰跳舞的文艺青年的一些影响 她因为她她是帮救王妃她写了很多歌其中有一首是王妃的暗勇 所以她很擅长那种就是钢琴旋律那种东西 但是她这次在笼子上面又加了节奏 她就觉得说她心目当中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应该要是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都是非常用心的在做 其实说到上一张专辑 因为我很喜欢你们一首歌就是我唱啦啦啦 然后我记得我去年刚刚听到你这样专辑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那天我心情很不好 然后好像就是类似于工作上还生活上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一下子就很放松 这首歌的这种旋律然后感觉就让人觉得很轻松 我就哼哼唱唱我就过去 他比较慵懒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再接下来我就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他发生了一个比我更惨的事情 然后我就非常开心 后来我就把这首歌我就PO到微博上面 我说大家听到这首歌就能传递给大家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借这个私心表达一下我这首歌的喜爱 谢谢谢谢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她叫琥珀心情 她说春春 既然是腾讯微博最后QQ表情呗 诶 我最近被工作室的同事出卖的 就是 其实私底下我们会经常用一些QQ表情来表现自己的心情 对 你最常用的是哪个 呃 偷笑 你会不会做偷笑 对 那个 这个 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 呃 经常 经常 呃 打问号那个 哎呀 好笑 好笑 旁边给他key一个问号 然后 我想看你做那个摳鼻屎的那个 那个就算了吧 哈哈哈 然后我们经常还有这个 我最经常用那个 是吗 对 然后经常有那个再见的那个 呃 对还抖两下 对 嗯 还有吗 呃 脸红的那个 脸红的不会错 有一个 呕吐 傲慢 呃 呃 有有有有 呕吐那个呢 呕吐那个呢 呕 呕 哈哈 那个要配合一些东西 对对对 但是平时都会跟同事们 就是拿这种事情来 来互相打趣开玩笑 对 哦 哎今天有幸的育民们可以把这些读 接下来做那个gip图 可以在网上用了 嗯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他说 他的名字叫做 立的光芒永不褪色 他说 提问 李雨春 春春南京站真的会有歌迷互动专区吗 上海站会什么时候开票呢 嗯 这个问题我可能还回答不了 嗯 就是 呃 因为我还没有听听说有歌迷互动专区 嗯 然后那个 开票这个事儿 我得听公司的 对 对不对 我们到时候看公司这边会发出官方的消息 嗯 就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他叫包子310 他说 春春能聊一下生命线的创作背景吗 嗯 因为你这首词写得特别的细腻是生活中很细很微小的细节 是不是跟脚踏板一样有过亲身经历呢 嗯 我知道你喜欢研究星座雪形是不是对手相也有研究呢 还有 最近看你手上贴着膏药是不是受伤了注意身体啊有吗 嗯 我创作背景 其实生命线是这张唱片里面最早期的作品 嗯 大概是我在去年前年就有写 那 对 然后但这一首歌在这一次里面肯定词会有修整嘛 嗯 因为要搭配那个曲 嗯 生命线的我的感受是因为身边经常有人说哎看一下你的首相 嗯 或干嘛嗯就是就会那种研究 嗯 很很不屑 干嘛这么封建迷信 嗯就是 而且而且你看别人手上其实 就是他如果真的是好心要帮你看那就没有没有话说 嗯但是其实就是这个动作会比较暧昧有没有会比较 倒没有了我是觉得就是那种看向的老是觉得他有骗子的嫌疑 哈哈哈 也是这么讲的 对所以我就哎这是也是一个生活的小细节 嗯啊把它写成一首歌也挺有趣的 哦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来了 嗯嗯 所以你这里写到说你突然会摊开我的手心 嗯对不对 嗯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想说哦这么暧昧 然后呢因为一开始我会把它想成一首是情歌啊 我就以为是哦就是身边对不对就是比较 其实也是一首小调侃的歌对然后后来我这么一听才说哦原来你是有点 不屑不屑是用这种行为的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哦身边的比较亲密的朋友才会做这样的举动 其实不是不是是其实是是是是调侃看看手相的 调侃看手相的然后他还问到说你手贴高要是对是有一点受伤 因为我自己在做吃的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割到做吃的被自己割到对你做什么 就是我在敲那个就是就是我我妈妈帮我包了很多的馄饨 啊然后他就是冻在冰箱里面那个盘子上面会接在就黏在一起对你那一起那我就有那个小刀我想把它敲起来 然后不小心不小心就把自己割到了然后昨天我还雪滴子然后 我昨天还打专门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我本来不想告诉他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发现很多的歌迷都有拍到图片了我想我孩子自己招了吧 要不然他又会担心了不严重吧这个还好还好所以要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一般像这种用拿水泡一泡把它泡开就好就尽量不要去敲因为你敲开他皮不也破了吗 是的是对吧因为我那种有强迫症的人我就一定现在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就赶紧 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啦然后因为现在在宣传期嘛对不对现在宣传新专辑然后还有演唱会要跑年底还有电影要跑 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玉米担心好不好 然后今天很开心跟春春聊这么多然后聊了演唱会聊了新专辑 嗯然后也希望说这张新专辑今天上了之后呢所有的玉米都能够喜欢 然后谢谢所有呃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呢也能多多支持这张专辑好不好 然后也希望春春能够照顾好自己啦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拜拜